您没有看错 小露一首弹钢琴的正式基隆士议会议长佟子伟 还被一旁指导的成功国小钢琴老师夸赞 很有天分哦 让佟子伟越弹越起劲 也开玩笑的说 如果小时候自己的学校也有这种学习环境 现在可能不是议长而是音乐家了 如果小时候有这样子 像成功国小音乐班这样子的学习环境 我想我应该会变成一个音乐家 受到少子化的影响 包括成功国中以及成功国小的音乐班 和仁爱国小以及建德国中的舞蹈班 比较偏向动态类型的异才班 面临遭不到学生的窘境 其实这几所学校的软硬体诗资和设备都非常好 小朋友来我们这边就读 有很好的硬体环境 也有很棒的诗资 我们的诗资像是来自国外毕业的 博士硕士级的诗资 但是我们的收费却是非常的平价 一个学期只要一万多块 小朋友可以学习两种的乐器 小朋友的学习上跟诗资上也做了很大的提升 那诗资的部分我们都聘请 目前各专业领域的指导老师 有芭蕾舞团的首席 还有现代舞团的目前还是在任的舞者 给小朋友非常专业的课程 以及安全的学习环境 推广即兴创作的部分 就是希望可以让孩子在课程里面 有一些多元的试探跟接触 对然后不会是只有在单纯的东方跟西方舞蹈上面的琢磨 然后我们也希望跟在地激动中原季的彩阶啊 还有老英加年华有一些结合 激动市议会议长童子伟非常关心特地到这几所学校参访了解问题 并且小露一首弹钢琴希望协助推广这几所学校的异才班 也请家长们把握3月20号到3月31号之间的报名时间哦 那人爱国小它是有非常优秀的历史传统 那最近我们也争取了两间舞蹈教师的更新 现在都有非常现代化跟很适合现代的这个环境 来搭配你的这个学习 那我想人爱国小的师姿就不在话 现在有非常优秀的老师在带领 那升上去的建德国中其实在未来高中的升学 其实都是有非常好的管道 那老师学校都非常用心在栽培我们这些舞蹈班的小孩 我们把琴房整个都改善完成 然后教学环境 然后学校的校园的风格 那我们市政府也投入大量的资源在成功国校 也有希望用校园来改善我们周边的社区嘛 那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个环境是非常棒又有非常优秀的师姿 所以像我自己是从小学音乐的小孩 那我想如果有兴趣学音乐的小孩 到成功国小去 现在还是一个双语教学的模式 所以可以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发展 那升上去还有成功国中音乐班 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那未来的升旋管道其实都非常的畅通 童子伟强调会持续争取机费 改善更新这些学校异彩班的专业教室设备 让您的孩子来这里学习音乐或是舞蹈 一定可以兼顾天赋兴趣和课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